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 习近平指出 八年前我提出中国愿同欧洲一道 打造中欧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 中方的这一愿景至今未改变 当前形势下更有现实意义 中欧有着广泛共同利益和深厚合作基础 中方对欧政策保持稳定连贯 希望欧方形成自主的对华认知 奉行自主的对华政策 同中方一道 推动中欧关系行稳致远 为动荡的世界局势提供一些稳定因素 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 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共同抵制阵营对抗思维复活 反对制造新冷战 维护世界和平和稳定 为中国企业赴欧投资发展 提供公平、透明、非歧视性的环境 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 探索中国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 同欧盟开放性战略自主经贸政策的契合点 米歇尔和冯德莱恩表示 中国是世界上的重要一级力量 欧方高度重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作用 重视发展对华关系 长期以来 欧中关系都是互利共赢的 双方都致力于捍卫和平 维护多边主义 当前国际形势下 欧中加强对话合作非常重要 连续欧中关系良好发展势头 双方就乌克兰局势交换了意见 欧盟领导人介绍了欧方有关乌克兰危机的看法和主张 习近平强调 中方对乌克兰局势走到今天这一步深感遗憾 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 中方始终站在和平一边 从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出发 独立自主做出判断 不能轻易冲击现有世界经济体系 更不能把世界经济政治化 工具化 武器化 双方领导人认为 此次会见开诚布公 坦诚深入 增进了相互了解 也达成了不少共识 同意继续加强沟通交流 开展协调合作 应对挑战 中方对欧政策保持稳定连贯 这次的视频会见和中欧立场人会晤呢 应该说有三个点是大家要特别关注的 首先呢 在当前这个国际形势出现剧烈动荡的情况下 国际的经济复苏面临困难的情况下 新冠肺炎疫情仍然肆虐的这么一个背景下 中欧双方就中欧关系 以及关系到国际和平与发展的主大问题 进行深入的沟通 坦诚的交流 提出建议和方向 这本身就是给世界和平与发展 注入了一记正能量 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 第二呢 在视频会见和领导人会晤中呢 中方给出了中国关于发展中欧关系的 中国建议中国方案 我们要做这个维护世界和平的两大力量 促进共同发展的两大市场 推动人类进步的两大文明 第三个这个方面呢 值得大家关注的呢 就是中国双方就当前国际形势中 比较突出的问题 也就是乌克兰问题 坦诚了交换的意见 我记得前不久 习近平主席在谈到乌克兰问题的时候 曾经就乌克兰危机 用了两句话来概括 非常的这个凝炼 关于乌克兰危机的原因 习主席说一个巴掌拍不下 关于危机的解决前景 习主席说解零还需既零人 现在呢 和谈是避免乌克兰危机进一步升级的 唯一的可信途径 所以呢 国际社会各方要为推动和谈 创造条件 开辟空间而要灭火 不要浇油 不能让各国的老百姓 来背负沉重的负担 所以呢 中欧双方以及国际社会 都要努力地管控分歧 避免乌克兰危机的外溢影响 所以在乌克兰问题上呢 中欧双方呢 进行了深入的沟通 也取得了一些共识 双方同意呢 继续加强协调 同意继续为了和平这个方向 去共同努力